舞影節目 嘿嘻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的片頭曲是不是很不一樣 那看著片頭曲 那你也可以猜猜看看 我今天是要講什麼啦 那 今天呢 是要講出一個非常經典 一個非常傳奇的一個故事啊 那這個故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是一件非常驕傲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是我和一群國小的同學一起完成的 那其實只靠一個人是辦不到的 那就是有關於我們民宗巧步球隊 這顆球應該很球技才對呀 因為我之前講那個巧步球特輯那邊就是用這顆球講的 那時候也有說這個是我們國小的一個紀念球 那接下來這些技術我將敘述的 我們國小整個巧步球整個從一開始都打不贏啊 然後拿到第一場勝利甚至拿到最後的季軍獎盃 整個歷程我覺得真的這非常經典啊 那這些套集呢我不管有沒有人看 關放次數是多少我一定會拍完 因為這件事情實在讓我們這些一起打球的人 實在太驕傲太驕傲的一件事情了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趕快進入故事吧 那其實呢一開始我會接觸到巧步球是在我國小三年級 我國小是讀高雄市的湖內區的那個民宗國小啦 那算是一個比較鄉下的地方啦 對比現在我住的台南市來講 算是一個比較鄉下的地方 但是呢那時候就三年級嘛 那那時候比較就是只有喜歡打棒球而已 那籃球有的時候下課的時候會跟同學打之外 其他好像也沒做其他的運動之類的 那那時候就看到客後社團上面有巧顧球 然後那時候不知道什麼叫巧顧球 那也上網稍微查了一下 那大概知道玩法之後想說不然去打打看球好了 好玩的話就繼續參加嘛不好玩的話也沒關係嘛 就下次就頂多下次不要參加嘛 那誰知道這一參加就愛上他了 愛上巧顧球了 那其實呢很多人生的事情我覺得也就是像這樣 就是某一次的因緣際會 而會啟發出另外一種意外的事情啊 對那我就嘗試了那也喜歡上他了 我記得那時候社團有的時候是在2015年嗎 還是2016年的時候 反正就國小三年級 呃現在往前推的話 大概是六年前 我們國小第一次出現這個社團 那到現在到我畢業之後 這個社團在我們國小都是還有的啊 那他們這次去打那個沙灘賽還得了名呢 所以他們比我們還厲害 我們來很多得名是在半場的比賽中得名的 那他們打的那個沙灘賽是全場的 那也是得了第三名 那比我們還要厲害 因為我們是打半場的 那基本上全場的跑位就是比較複雜啦 對那所以呢 他們真的比我們還厲害 嗯那其實呢一開始加入這個社團的時候 呃我一開始不知道這個怎麼玩啊 就是有稍微查了一下 就是用一個網子跟一顆球嘛 然後用球去打網子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的時候 呃我我是只會站在那個 呃網子的中間打球的 然後等球彈回來 一開始會覺得還蠻有趣的 因為球會彈回來嘛 那其實 久了因為都同一個路線嘛 那久了就會覺得呃 稍稍無聊 那第二堂課的時候我記得教練 有教我們在底線的位置 然後用跳姿的方式 呃進去做射擊的動作啊 那因為你跳姿就會有關於你跳的高度 還有你手拿的高度 可以做一些球出來的變化嘛 那變化就比較多元 那其實呢 一開始我打巧顧球是不會跳射的啊 我只會在呃 三尺線外進行射網 那其實呢 這樣打出來的球 當然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的多元變化 那其實呢 我是到了快要五年級 還是六年級的時候 每次的社團課的教練都會留下陪我練習啊 那 真的很謝謝教練啊 那那時候就剛開始測試的時候 就會覺得 不協調啊 那動作都卡卡了 那其實做久了 之後 也發覺呃 跳射也沒有這麼難啊 那 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一個障礙 然後我也想辦法跨過去了 那我覺得很棒啊 那 這樣子的話我在後面的 不論比賽的部分 攻擊這方面也可以做出比較多的貢獻啊 那更重要的是 呃 我覺得在克服這 這個難關的時候 呃 我很謝謝 那時候 也有 那個呃 隊友陪我下 陪我留下來練啊 然後還有教練 那真的很謝謝他們 那其實呢 我們那個教練是一個 很 非常風趣的一個教練啊 那 呃 也很好相處啊 那 其實呢 呃 我到國中有繼續打巧克力 也是因為他有 介紹 呃 不同的教練給我 然後 請那個 那一位教練來 到我 讀了聰明國中 來那個啊 來交球啊 那其實也很謝謝他 他 不論是在國小 或在國中 這塊都協助我非常多啊 那 真的很謝謝 嗯 那其實呢 這個教練是非常 呃 風趣的教練 我記得第一堂課 呃 呃 那時候他 用非常風趣的方式介紹巧固球 他說 那時候他就問我們大家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為什麼要叫做巧固球呢 那 其實他也講了原因是因為 呃 那時候 巧固球是在瑞士嘛 然後瑞士講法文的 那 那時候就聽到那個 網子彈過來的聲音 很像 chuck chuck的聲音 然後就 音譯為巧固球 那 正確 因為 遊民是這樣 那 他也說 那你也可以叫他巧克力球 比較可愛的方式 那 其實呢 整個教學是非常風趣的 我還記得他在介紹打框的 那個手勢的時候 就說 打框的 打框是比這樣嘛 那 比較可愛的方式就是比一個 愛心啊 哇 那其實呢 雖然有點 很久了 很久了 那其實呢 我現在真的還記得非常清楚 代表 這整件事情真的讓我印象很深刻啊 那其實呢 呃 不論是在隊友啊 或者是 在練習的過程中 我們都很開心啊 因為 我們那時候是比較鄉下的學校 算是比較鄉下的學校 那 人住也比較 稍微少了一些 我記得那時候 一開始 第一次 那個社團上課的時候 其實各年級的人都有 但是 最後有 跟我一起打到 那一屆 跟我那一屆打到畢業的 就 大部分都是我跟我同一屆的啊 就是 其他屆的是沒有的 比較少啦 那 有一位弟弟啊 他是 從頭到尾都有參加 那他想我一屆 那其實呢 他現在已經國中了 他還是有繼續在打 巧顧球啊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打球的過程中啊 其實都很開心啊 那 呃 因為下課都是玩在一起 那 偶爾打球的時候 當然會發生一些爭執啊 但是 呃 都算還ok的 就是 稍微生氣一下就過了 可能對一些小事 現在想起來 可能就是 這顆球我打 不然就是這顆球我要來接 哇 這種小事而吵架 那 我記得 呃 是 很快就 複合啊 因為 那時候就比較單純啊 嗯 那其實整個過程都很開心 那 其實整堂課呢 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我最喜歡的是 應該就是 每堂課的最後 前面其實教練都會 教我們一些 呃 基本的射網 還有防守的部分 還有配球 那 有的時候會引進一些 呃 趣味遊戲給我們 我記得 有什麼 高壓電燃 這個遊戲啊 就是 手牽手 這個 這個要玩過才知道 還有一個是什麼 貓抓老鼠的遊戲啊 就類似鬼抓了 然後後面要藏一個 呃 東西啊 然後 要 要鬼去把 對方的 那個 後面藏的那個東西 給大家出來 這樣才算贏啊 對 那其實我覺得都還蠻好玩的 那 印象 我全部課程裡面 每堂課 我最喜歡的就是 最後這個部分 就是 最後 教練都會留一段時間 給我們分組對抗啊 那 深組對抗就是 我最喜歡的 因為 他是 呃 打小顧球嘛 那 其實在打小顧球的過程中 就是 呃 要 大家的配合嘛 那 我覺得那段也是最開心 最精采的一部分 因為大家都不想輸嘛 因為 那時候我們就有規定 輸了 好像就是要收什麼 球劇之類的啊 那 大家都會奮 奮不顧身的 不想輸 那 其實我覺得 享受在那個當下 是還蠻快樂的 嗯 那其實我 我打小顧球 我最喜歡的是 在防守這塊 因為我一開始 是不會攻擊 只會在外面投射 那 當然投出來的球 就會 比較 就是 位置就是 比較不會那麼多元 那 基本上我是 國小的時候 國小的時候 防守是比較厲害 那 國中的時候 呃 現在是防守 算 有點退化 其實在五六年級的時候 就有點這樣 是因為 呃 巧顧球其實要手下來 是一項非常不容易的運動 他在 呃 短短的三尺線內 你就會要 做出一個反應 所以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的力量都變大 那當然就比較不好守 嗯 那 也幸好 我五六年級 有學好跳射這塊 那 要不然 我現在可能 在 巧顧球這邊 會遇到一些瓶頸啊 對對對 那 其實呢 我記得 那時候 不管是教練 主任 校長 還有 家長會長 其實在 巧顧球這塊 都付出還蠻多的 那 我們 我的隊友 和我 也其實都 非常互相的服飾啊 那他們也非常樂愛這項運動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出去比賽的時候 不知道是四年級還是三年級 忘記了 那 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我們就是穿著這件衣服 這件是我們 國小運動會的 運動會衣啊 那 其實呢 我們學校 基本上是以書法為名的 這個可以看到 這個是 用書法 寫出來的字啊 那我們學校 民中國小也是有書法館的 自己的書法館 那記得 書法課的時候 記得也會帶我們去參觀書法館 每次的展覽都不一樣 那其實還蠻特別的 那這件就是我們 第一次去參賽的 衣服啊 那其實 真的很棒 那 我記得第一次參賽 我們去打比賽的時候 非常興奮啊 那 最後的結果是 好像比三場比賽吧 還是幾場 忘記了 反正全部都輸就對了 那那時候 有稍稍難過啦 但是 也沒有到 非常難過 畢竟是第一次嘛 那可能也沒有給自己壓力太大 那那時候 呃 有錄影片啊 那 我有看到 我的一些跑位可能就是有出問題 就是 我原本守這個位置 那但是 他配球 配到另外一邊的時候 我跑離的那個位置 我跑到別人的位置 那這樣子球過來 當然就沒有人去守 所以就得分了 那其實第一次 做的一些都不是做的太好 那 其實 呃 回去有再重新練習 配合這邊啊 那 其實那時候 呃 打不好教練也不會特別疊怪 那教練都以鼓勵的方式啊 那 我覺得很棒 那非常謝謝教練啊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 第一次參賽 我還是不會跳射的 我是在 呃 三尺線外面進行攻擊的 那 教練還是讓我上去 那我覺得 呃 非常謝謝教練有給我這樣的機會 很棒啊 那 也很謝謝隊友 跟我一起 挺過這次的難關啊 那 其實 這邊有很多的照片啊 那 其實也可以看得出 我們非常的興奮 非常開心啊 儘管是輸了比賽 對 那 畢竟是第一次的比賽啊 對 那 其實校長還有很多的加油團 都來 其實非常的 呃 感覺非常的開心啊 嗯 第一次站在場上 然後有人為你加油 對 那其實後面還有參加很多的比賽啊 那其實還有發生很多的事情 那 這一集呢 就是呃 後面這些集數 就是要介紹 巧固 呃 民眾巧固球這塊的故事給大家 那 真的是非常精彩啊 後面的集數絕對不要錯過了 那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樣的 呃 敘述 說故事的方式跟大家說啊 那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的影片 那 記得訂閱 然後按讚 然後要分享出去哦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們 我們下集中 呢 這是